爹地在海中消失的二十八年后 主角Honey依旧无法忘怀 海边成为他的避风港 今年获得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导演奖 由阿美族导演老外打赖指导的失落的海平线 深刻描绘东海岸阿美族人生活中的幽默与惆怅 以及对海洋的依存关系 原事也将影片带入校园 在台东大学进行两场播音会 放映后导演和演员与学生近距离座谈 长期以拍摄纪录片为主 失落的海平线是导演老外打赖首度尝试制作的剧情片 导演希望让观众用轻松的视角观看这部电影 就是不要那么严肃 尤其是阿美族的性格 你用很严肃 比如说以前放纪录片 大家就好像看的意愿会比较低一点 我想说用剧情片 大家里面会有阿美族的那种活泼 或那种乐天 那种很多的笑声跟很多的感触 月68分钟的影片拍摄场景 以多兰部落附近海边为主 这次来到过乡的大学播音 导演也希望未来有机会 能够将拍摄的影片带到部落里 让东海岸的阿美族人欣赏 记得三人物台东市采访报道